因为大家都还沉浸在春节的假期中 所以当你在聚会的时候 与朋友谈到自己的一些投资理财计划的时候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自己内心受到打击 但伴侣或者是合作伙伴 却欣赏你的专业性和远见 月亮进入上显月的月向 六分太阳四分水星金星 此时的月亮离开太阳的怀抱 能量慢慢地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探索 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是学习和成长的阶段 而月亮在白羊座 带来了竞争 带来了行动力 但可能会遇到传统与权威的挑战 这次是学习的资理财 这次是学习的资理财 准备的准备